傳出過當提罰學生的幼兒園 園長出面道歉之後 教育局也介入調查 才發現這間幼兒園問題重重 小朋友開心幫同學慶生 表面上看起來歡樂和諧 檯面下卻不是那麼單純 室外溫度不到20度 小女童跪在地上哭得好傷心 還有男童在門外激動哀嚎 影片曝光之後不但引起踏罰 更有家長出面說 早就對幼兒園不滿 他要罰學生我覺得OK 但是在這麼天冷的方向下 你在外面就是不對 更有家長PO出影片 指出幼兒園疑似為了節省成本 不足禮堂 在棋樓舉辦畢業典禮 但其實園長同時經營兩間幼兒園 爆出體罰事件的幼兒園 網頁標榜使用蒙特蘇利教學法 事情爆發之後卻緊急關閉臉書 而幼兒園超收學童違規 部分老師竟然還沒有幼教資格 被要求限期改善 其實他們老師不是很幽 他說因為他吃飯的時候 他不吃苦瓜 結果老師就打他的頭 幼兒園違規行為一一浮上檯面 園方拒絕再回應 究竟還有多少事情瞞著家長 讓孩子可能深陷危險之中 教育局將一一追查開罰 絕不寬淡 這是郭新陽 李傑 新美食報導